但是虽然很辛苦 但是在这边做的话 就听到客人说 啊好嘞 十六口好嘞 啊里里�ato 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难 所以我这边虽然我才开了两个月不到 但是基本上都是回头客 我叫李文娟 是从书中来的 然后到这边是13 马上14年了 因为在这边的话 一开始因为我喜欢吃蛋糕嘛 日本的蛋糕超好吃 所以就想着去学 所以在那个 去学了蛋糕专业的 然后学了蛋糕过后呢 因为我们那个 所则是他们每年一次的 食品festival那边会 一年一次就是10月份会开的嘛 然后那个时候 市与所就会邀请我们 就是说给我们提供那个平台 让我们把就是自己 国内比较有特色的食物 带过来看看反响 没想到我想 到时候我就带了那个 馄饨包了馄饨过去 没想到反响非常好 所以本来呢 是一直学了蛋糕呢 一直想开咖啡馆 咖啡馆 因为我很喜欢吃蛋糕 又喜欢吃蛋糕 但是没想到馄饨会那么好 所以就来个混搭风 就是这个前期就开了那家店 这个已快花了一年的时间 在东京的话 有这种苏州风格的那个 船庄的这种店很少很少 几乎没有 对 几乎是没有 所以从设计到选材 全国都是我们自己来做的 应该是因为在日本是 就是应该是没有这么真宗的馄饨 而且它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新鲜的 因为对日本人来说 他们的印象方中的那个馄饨 是那种很小的泡泡馄饨 所以看到这个馄饨的话 他们就觉得 这个馄饨这么大 然后他们也没想到 因为在这边的话 你也知道 在日本他们吃馄饨啊 吃饺子啊 打包又是因为我做的是 坚持都是我们传统的 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一口咬下去 可以看得到里面 用的是什么馅 用的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是除了馄饨 是招牌以外 现在发现那个面也算 是半个招牌了 然后还有一个 我现在做的那个彩虹健便 蛋黄酥现在是 基本上是最最人气的 因为都要接受预约才能买得到 也是人气产品 我全部因为把那个 因为鸡汤煮好了过后 里面有小碎骨嘛 小碎骨啊什么 全部都过滤掉了 过滤掉的 但是过滤掉的同时 它把那个就是鸡汤里面的 最精华的うまみ啊 有啊全部都过滤掉了 所以留下来只是少步的一部分 所以我放在这边的话 它不是一冷的话 那个うまみ全部都凝固了吗 那如果倒出来的话 うまみ都没有了 对吧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追花时间的 就是追花时间是吧 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那个 祭菜 弄祭菜的话很麻烦 一颗一颗 然后把它的那根船 不要洗干净过后 船不要剪掉 对吧 对 吃面在这边 早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你知道在日本的话 虽然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那个 面类加工厂 但是呢 因为你 我是一家小店 没有名气的小店 所以他们又为了你把他们 那个制面的程序给改 它是不可以的 所以就被一直在被拒绝 因为而且日本的面 跟我们苏州的面 又不一样 口感也不一样 所以我也为了要寻找这个 所以找了好多 终于找到一家可以就是 达到我想要的面的股面 可以做一个这个面 就是试了好多次 可以最最接近我们苏州的 虽然 但是虽然很辛苦 但是在这边做的话 就听到客人说 啊 美味しい 谢谢 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辣 所以我这边 虽然我才开了两个月不到 但是基本上都是回头客 心得和建议他真的不敢 不敢说 因为在这做 在日本华人的那个世界里面 就是 这餐饮都非常多 前辈也非常多 像我最多只是刚刚入门的小学生而已 只是 因为我来 对于我来说 我只是把自己最拿手的 然后自己觉得可以就是 那个东西拿出来 提供给顾客 这是我自己目前来说我自己做的 好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在日本的中国同胞 如果想想念家乡的味道 特别是我们苏州地区呢 欢迎来这边尝 然后也同时也欢迎那个日本的客人 如果想喜欢吃中国的 正中的中国食物 或者苏州的那个 混蛋还有那个传统的拉面啊 味道的话也欢迎过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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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